好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NNBUB所提出的七個疑點 那我可能要先跟各位說明的 就是有些可能觀眾會不太清楚 說為什麼NNBUB要追這麼細的細節 他是要自己辦案嗎 那我有曾經跟NNBUB 私下有稍微互動溝通過 他其實他的平常的工作 就是做3C產品裡面 內部架構的設計 你可能聽不懂是什麼意思 他就是邏輯非常好的人 只要邏輯上面有一個BUG 他就會把這個BUG抓出來 因為他就會盪掉 這個體系就會盪掉 其實像剛剛敏鳳所講的那個 可能有些觀眾也不太清楚 什麼同時積極 講白一點有個術語叫做必要條件 相對的叫做充分條件 新北市他的SOP 是把聯絡衛生局當成必要條件 沒有聯絡後面不會動 但是實際上中央那只是充分條件 如果你送到醫院去的人 那麼衛生局要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實際上是聯絡時間先後的問題 那這一個對於恩爸來說 他就會覺得說不對啊 你這個明明就是非常獨創 因為其他的地方都說 如果是接線的人覺得說非常緊急 人就送了 當然他中央的確就是像剛才 世間議員講的 有利用出三個條件 包括胸悶意識不清什麼的 那對恩爸來說 說的確這不就是SOP上面的認知上的差異 對於新北市來講說 我SOP跟中央的長得很像 我是不知道新北市 這些高官們是邏輯不好 還是為了自己的位置而邏輯不好 但不管怎麼樣來說 恩爸就覺得SOP長得不一樣 所以他列的第一個條件 就是新北SOP到底是誰 實際上畫出來的 我想可能大多數觀眾也不知道 即便中央發下一個SOP 各地方政府在做出自己SOP的時候 也要重畫 這也就是說像臺北市 昨天阿美爾拿出臺北市的版本 很明顯就跟新北市的不一樣 所以代表中央的文下來 地方說我們就會因利置疑 我們就看看我們這邊應該怎麼做 去畫出一個自己的SOP 所以到底是誰畫的 重點是負責 反正他是一個計程自己 當初到底是誰畫這條線 再來是衛生局衛生所 包括新北衛生局 包括他下面的衛生所都打電話 都打不進去 當時的失聯好 那恩爸又問了一個非常關鍵 當時的指揮官 負責的官員是誰 他沒有責怪基層 基層可能很忙 他就只有一個人 但重點是誰是當時在場 衛生局的主事者 這個問的是什麼意思呢 這也是我很常舉的一個例子 一般的公務電話 當然打打去 有時候沒人接 但是救人如救命的這通電話 我們可以把他類比成國軍的叫做戰情電話 臺灣大多數人沒有當過消防員 不知道消防電話的緊急性 但差不多一般的男生當過兵 有一支電話叫戰情電話 那個想三聲 你沒人接的話代表什麼 有人要飛很遠 想到底都沒人接的話 什麼你全單位都陣亡了嗎 壯業犧牲嗎 壯業訓國了嗎 你沒有訓國不接電話 我會讓你訓葬 這麼重要一支電話 指揮官大家一定會問 現場最大的是誰 如果接線的人很忙 那指揮官要給我下去接啊 指揮官也沒辦法接的時候呢 那當然就要跟向上反映說 我抱歉 我們這邊爆掉了 趕快派人來自衛員 我可能會有人命的損失嘛 維航如果照你這樣講的話 現場指揮官是誰 那最少如果以衛生所 就衛生所 衛生所 然後或衛生局 對不對 最起碼不管你在場的是副所長 副局長 政所長 政局長 一定有 對 你一定有一個人吧 對 總有一個人吧 就是說在忙的時候 你總不會有一個科長 把自己的這個辦事的人員 扔在那邊 然後自己跑去吃飯 自己人在那邊應接不起來 這也不對 這就會有所謂的責任 所以接下來這當然也是 我們提到的第三點 就是一直在問個資 那這個相關的這個時程上面的浪費 也不是說不對 因為他們SOP 可能就是先問個資 問得非常清楚 才能進行下一步 但是這個部分的需要部分 是不是也要去檢討 是不是寶貴的時間因此喪失 那再來第四點是一個是通聯 在醫院和雙核醫院之間 在衛生所和雙核醫院之間 可能是沒有的 他們說可能沒有完整 沒有完整 那這個部分 如果有的話檔案紀錄在哪裡 能不能提供總有一些有吧 有一些沒有 有一些有 那有的部分是什麼 好 那再來就是他抓了很多的細節 就是他也抓到說 你們內部有一些邏輯矛盾 這地方上又回報 過來說 不是說不收 那現在要收 到底是要收不收 也就是說消防局內部也接到上下命令不同 上下命令矛盾的狀況 好 第六呢 這個其實也是 第一次接線執勤員 有明確把NN意識不清的狀況 轉達出去嗎 因為對於NN爸來講 他們很明確的認為自己 我有說小孩意識不清 但是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直到我昨天晚上我在開直播的時候 一樣有人來我這邊洗瓶說 NN爸又沒有強調 NN爸也沒有強調 他的小孩意識不清 我在電話裡面沒有聽到 還是有人在洗這一點 我先不管這是不是網軍 代表這樣的一個訊息 就是家長沒有強調小孩意識不清 所以我們衛生消防單位 沒有快速處理 那也是家長的責任 好 那當然N爸就會去追究這點 我自己有講 為什麼你們認為沒講 是不是在第一點 那個SOP接起來說 我要聯絡一九二二的那一個消防局 接線旁邊的那一位主管 要去承擔這個責任 好 那當然再下來第一通電話 已經知道昏迷之後 為什麼沒有判斷要緊急派車的處置 這個又回到第一點去了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他的所有的東西 他其實是一套邏輯的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你有很多的地方 可以製造一個斷點 把他這個悲劇給斷掉 但是他就是竄起來 他就竄起來 從一開始的SOP到衛生局 沒有人接電話 到雙核醫院說自己沒有床 這環環相扣就造成這個問題 那當然要瞭解的話 又回到剛剛講 不過現在N爸要的 已經不單純是當初四月下旬 這個新北市政府的調查 他要的是第一個 新北市政府內部的行政調查 你們內部有據傳是有一份行政調查 有些人好像拿到部分的版本 包括有些要選議員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提供給這個指揮中心的 CDC的 因為指揮中心說 看了你們的報告好像沒有延誤 那到底是怎麼樣沒有延誤 那也能不能把這一份東西交出來 那當然這個新北市政府 他可以主張說 因為這個是我們做的報告 你可能不信 所以我們就是留待司法調查 再來這個提供讓郵交郵 第三方 公正第三方 可是為什麼你要先預設立場 如果人家是講邏輯 你給的東西的邏輯 是能夠解釋他所有斷裂的環節 那有許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我認為其實現在新北市的操作方法 的確就是在拖 他用司法在拖 想把這個戰線拉長 看看這個家長會不會 隨著時間慢慢的淡化 外界隨著時間慢慢淡化 但是侯瑋瑜我認為在政治上 這邊犯了一個嚴重錯誤 侯瑋瑜到現在應該還是想要保消防局 還是想要保衛生局 而且不只保基層他一路保到局長 但是在政治上 這搞不好是民進黨還更樂見 我爸不能你保到十一月 你原來搞不好民調機 這樣我才有把子可以一直打 對啊就政治上我當然是希望你這兩個 兩咖一直下去 我就可以一直質疑 所以實際上這個也不是什麼政治的問題 我必須要補一個最後的小故事 我第一次碰到NNBAR的時候 有國民兩黨的民賴都在場 結束離開的時候 國民黨是很快就也不能講逃之夭夭 快速離場 但民進黨我不想哪一位 他就很火速的把這個 run down是一張下來 在後面洗上他的手機 就默默拿給NNBAR說 如果有需要的話 隨時可以聯絡 我就竭盡所能來幫忙 一句話都不說就走了 好 處理這個事情上 為什麼會有這種落差 藍營的其實自己可以主動追擊 就像那個快篩 有問題的快篩 林淑芬也在做 那也民進黨的 打起來更有力 那國民黨為什麼追擊 我覺得這才在政治上 應該去思考的地方 來 王議員要補充 其實我簡單回應習親議員 剛剛提到侯友宜是熱情的 我的看法是再熱情的政客 也有冷血的一面 為什麼 你看侯友宜處理這件事 從一開始的淡化到現在近乎冷血 那為什麼 因為他施定了我們社會的集體失憶 我們為什麼會 他認定說 我們的民眾就是健忘的 所以他認為說 你再吵嘛 再吵 社會再怎麼吵 再怎麼論這個事 他認為每一個新聞事件 都會有一定的時間就淡化掉 因為我們的民眾是健忘的 因為我們的社會會集體失憶 那侯友宜施定了這一點 但他的影響不是也是造成的嗎 就是就算說失憶 新聞會一直不斷 不斷被新的新聞給蓋掉或什麼 可是光這樣的處理 如果真的就是這樣往下走下去了 然後接下來就突然無疾而終 然後就這樣的話 但是那個印象或各方面 他不就是定在這裡了嗎 對侯九尾來講 這會有什麼幫助嗎 對二零二有什麼幫助嗎 如果要是他真的有心 還想進出二零二四的話 那那個那個所謂的人設上面 受到的影響不是更大嗎 沒錯 更高智慧的人會這樣認為 對就對 錯就錯 該認錯 該認錯 該指揮部署 該追究他們行政責任 法律責任要追究 該向社會道歉 該向家屬道歉 但是他為什麼不這麼做 因為我選擇 我認為他一開始選擇了愛面子 然後顧他所謂的 我是這個警戒鐵漢 我就是要保 我過去警察消防系統的人員 他是以這樣子的方式 可是他忽略了 其實警察消防衛生人員 有非常優秀的 佔絕大多數 他們不需要你這種莫名其妙的保護 因為你保護了半年 你表面上保護他們 其實你要顧自己這種英勇形象 是錯誤的 OK 國主委會不會 我們把所有面向都拿出來討論 因為當今天新北衛生局長列出了這麼多 然後就告訴你真的沒有啊 然後有國民黨的立委出來告訴你說 這些的過程 他真的就有什麼什麼依據 他們會不會真的覺得 他們沒有什麼問題 就沒有什麼錯 要不然我不會可以列出這些啊 但是這件事情已經不是很單純的 一對一 二對二這樣去討論的 而整個來看 他已經就是一個大政治危機 從一開始 然後到現在已經變成野火燎原 這樣一些狀態 他就是一個大政治危機啊 那現在怎麼辦 這個高雄氣爆的時候 我剛好在高雄市政府服務 OK 我覺得這件事情分實質跟觀感 兩個地方來看 第一個 侯市長我個人認為 他根本沒有危機處理的觀念 他就枉費他還當過警政署長 像這件事情啊 老實說 就我很仔細的看過 當天的那個錄音的那個逐字稿 侯市長應該沒有直接的責任 這個對 所以他今天也很有把握說 司法調查 我相信他有直接責任獨職 還什麼的可能性很低 那既然如此的話呢 他其實危機處理的限制條件 甚至他面對面的跟NN8的溝通 就算不要道歉 至少你面對面溝通 人家覺得你這個誠意是有的 然後你在這溝通的過程說 我會仔細下去調查 那你說今天他的這種問題 他被攻擊的炮火環會這麼高 我認為這個是他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那這樣子的能力 或者是這樣子的判斷 然後他沒有這樣子的幕僚 可以告訴他說 他應該這樣做比較好 那將來老實說 對他將來治國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恐怕很多人會持續的問號 郭準你剛講這段我們從另外一個面向來看 是剛才王議員還有很多民進黨的朋友在最近一直都說 侯友什麼無情啊冷血啊這些 可是如果照你剛剛那樣講 我相信他們我們大家大概都不管是看過那個藝文 或是聽過那個音檔 就像你剛說的侯友一定沒有直接的責任 因為也不是他做這些奸或什麼這些 所以如果他真的是比較冷血或是比較無情 那種就你們兩個就出來給我扛了 扛完事情結束好不好 那好關我這位置 如果他真的他不就這樣幹就好了嗎 反正你們一定有人要負責嘛 你反正這裡看出來 不會是我直接負責 就你們出來扛 扛完以後 兩個禮拜以前事情就結束 他這樣子多輕鬆呢 他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的問題 恐怕不是冷血無情 恐怕是相怨互短 這兩件事情其實是相反的 那現在來講 司法調查也好 行政調查也好 監察院來調查 法院來調查 還是新北市政府內部調查 重點是公務人員的責任 在於有沒有SOP 然後有SOP 公務人員有沒有照那個SOP去做 如果有SOP 你沒有照那些方向去做 老實講你市長想保你也保不了 因為你可能就有行政責任 更可能有刑事責任 這不是市長保你就有用的 那這市長的責任 就在於說那個SOP 不OK 如果SOP不OK 跟你這個市長有什麼關係 如果說這個SOP不OK 但是是我從中央直接拿過來 我照辦 那我市長沒責任 如果這個SOP不OK 是我市長自己加油天簇 化蛇天竹去改的 那我市長責任就很大 所以現在我認為司法調查 老實說 就是所有人把當時 他們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所依據的SOP 是哪些東西 通通拿出來 如果現在是SOP有問題 那公務人員不管是基層 還是局長等級 相對責任就輕一點 如果SOP本身沒問題 然後公務人員沒有好好執行SOP 那就怠惰 那就是獨職 那問題就很大 那也不是你市長保得住的 剛才那個周老師所拿出來恩霸 所七點質疑 類似這些 西北市民 當然我講說 包括他們的衛生局 這些今天做了一些 他們講說沒有 沒有違背SOP 他們沒有什麼獨創 類似那些說明 他們需要針對每一個疑點 然後去跟恩霸做 不管是隔空的對話 或者需要做到是這個樣嗎 還是其實恩霸的質疑 他們就講他們的 然後恩霸就質疑他 就會變這樣 我認為整個社會 都這麼關心這件事情 將來他們不是只有要跟恩霸解釋 我是個人認為在那個公民的角度 我希望他們跟檢察官 或者是監察委員去解釋這件事 這才有法律的效力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跟監察委員 或者是檢察官 你不誠實申訴的話 你直接就有法律責任 該拿出來的文件 你就要拿出來 那恩霸畢竟他是一位普通的公民 這個公務員是不是有跟他誠實 說這事情的義務 當然我們都認為事情都要誠實 但是也有不治正其罪的規定 所以老實說 我認為這件事情就是走路 類準司法 就是監察院或司法 這比較好 但是我個人還是要講個比較逆風的東西 就是說我聽到那個藝文的第一句 那個消防局是問說是火警冒煙了嗎 還是要叫救護車 然後這個當事人就很激動 就說是因為有確診 PCR檢了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一連串的在那邊鬼打牆了 不是鬼打牆就很麻煩吧 就是老實說我個人私底下認為 如果你現在第一個電話接起來說是火警冒煙 還是要救護車 現在如果打電話的人去是說 現在有小孩子疾病 沒有提到任何確診的事情 我認為救護車大概就出了 就出了 這件事情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我認為這個疫情從四月發展到現在六月 全臺灣恐怕有很多的這個社會大眾認為 確診最麻煩的事情 並不是因為確診身體不舒服 而是很麻煩 你這又要匡列 這個要匡列 那個要匡列 然後這個要隔離 要申報 所以一切事情都受到限制 包括你就醫 所以這件事情 我認為這個根本的核心在於說 在那個疫情從去年前年的平緩的時期 過渡到今年的高峰期 這段時間整個的防疫措施 沒有跟進 所以面對個案大量增加的時候 你還是照那種過去那種 像以前有專家講 繡花式的 就是匡列 追憶調 足跡 然後每個人身份都要報得很清楚 所以他才會一直在問個資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 如果把它弄清楚 其實對整個社會 包括對當時有益處的 最後我要講 之前侯友宜防疫名列前茅 沒有用 過去陳時中部長前兩年也是很高 有九成 有九成 現在來講 防疫或者是政治 常常你打敗九十九個敵人 你被最後一個敵人打敗 對不起 你打敗了 你不能九十九減一 你說你剩了九十八次 這是不行的 所以不管是將來他要選市長 還是將來二零二四要怎麼樣 我認為藍綠政黨其實通通都要去考慮這件事情 不是說你贏了多少次 最後還是有可能出現什麼突發的狀況 就讓之前的好 就人家就忘記了